你炒的辣椒酱是不是经常碰见这两个问题 一 辣的烧腥 辣的烧嘴 照辣 照辣的 二 香辣味比较单一 香的不够丰富 不够层次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万能辣椒酱 夹馍 拌面 下饭 一个字 了咋了 干货去拿走 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香辣味要想有层次 食材就得丰富一些 辣椒风两类 一类是抛椒类 一类是鲜椒类 泡小米辣 泡二斤桥 泡生姜 它出了本身的辣味 它还有腌制品 独特的香 鲜辣椒我们比较熟悉 辣的来吃 辣的清爽 肉末和香辣酱主要为提个厚香和酱香 这样吃起来更有回味 食材这么多 咱们就解决了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 你炒出来的酱就没有那么香辣的太单一了 老规矩 菜籽油300克 葱姜洋葱给油去腥 来把花椒给油提个麻香味 小火炸到干黄 出香 关火捞出 这样油里面的味就提出来了 泡椒提前倒入机器中 打碎 打成沫 好出味 油温降了两三成热 下进来 开小火慢慢炒 为什么要先下泡椒类呢 一次含水量不较大 这次泡椒不少熟了 辣的烧腥 酸辣味太重 这也是辣椒酱 烧辣的最主要的原因 只有水分基本去除了 这个香味才能出来 烧辣味才能压下去 你看 炒的油色清亮 下香辣酱 香辣酱也要稍微炒一炒 酱香味出来 再下入沫 有了肉味 茴味也就足辣 有个小诀窍 加一点番茄酱 综合一下 灶味 番茄酱不能加太多了 不然的话 酸味就出头了 给点辣椒粉提出这个酱的红亮色 你看颜色 红亮多了 再把两种鲜椒加进来 炒熔了 把鲜椒也基本炒熟了 最后这三味料也很关键 芝麻粉 杯糖 13香 芝麻粉增香增稠 13香 增一个料香味 杯糖呢 如何辣度 平衡味道 炒熔了就可以了 关火出锅 这样我们的湾伦辣椒酱就炒好了 所以你只要做到 我前面说的辣两点 炒出来的辣椒酱就能达到 辣而不造 辣的丰富有回味 关注我们学习更多 专业的餐饮小吃创业技术 咱们下节课见 大家好 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大家 我们正在YouTube上推出一个 全新的会员专项视频业务 叫做品诺餐创永课堂 在这里您将学到更为专业的 详定的餐饮小吃技术 会员专小视频 全都是以开店为出发点 所有食材都是精确到课的 操作流程清晰准确 包含设备采购和开店指导 这些都是我们培训了上万名学员 总结出来的精华 因为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 都是偏家常偏基础的做法 如果大家想学起更专业 更系统的餐饮小吃技术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专小视频 每周更新一期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注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